夏天是细水的旺季 也是溺水意外最常发生的时节 教育局日前就公布了 桃园市十大危险水域 当中包含了一些观光景点的水域 还有一些地方未在巷弄内 或者是溪流的部分区段 也更容易为人所忽略 教育局也特别的提醒 前往细水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避免旱事发生 夏天到来 一般人先关注的是细水圣地 但是危险水域却比较乏人问津 市府公布的桃园十大危险水域 就包括永安渔港南岸 诸位渔港彩虹桥 复兴区霞云溪流域 大溪区大汉溪流域部分段落 大溪区大伦街内桃园大盾 大园区横峰村三十林老街西 阳眉区中山北路二段366向4号 阿姆平马头 易兴发电厂南沙坝 还有观音旧海水域厂 暑假也即将到来 那我也呼吁各位同学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水的安全 特别是水域安全 我们现在也非常的重视 那么在我们桃园市地区 有几个水域安全 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同学在从事水域活动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安全 这些入列的水域都发生过溺水意外 但并不表示其他水域就不会发生危险 教育局也呼吁暑假去细水的雪子 不论在哪边下水都得提高警觉 也要做好下水前准备 以往的统计数字 就是我刚刚提的这几个水域 的确是要提高警觉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要下水的时候必须要有暖身 那也要注意本身的安全 在炎炎夏日 晚水确实相当清凉畅快 但是已不注意可能就乐及生悲 民众在下水前还是要慎选地点 避开危险才是上上之策 炎炎有限新闻林德操市府采访报导